看到這一名通緝犯 他為了抽錯跑路費 居然和兩名朋友在中部地區 向不特定人士來兜售槍支 警方是在接獲情資助 暗中展開調查 總算在日前 在臺中泰安休息站 直接逮捕這三名嫌犯 也順利查回了一把改造手槍 以及多發子彈 上 發下 警察 遠警大聲呵斥 強制將車內男子拉下車 男子拼命抵抗 想努力掙脫 但還是被警方成功壓制 其他兩名勇人也被警方壓制在地 全身動彈不得 只好乖乖配合調查 原警不斷指責男子狡辯的包包 嘴裡還念念有詞 因為包包內疑似藏有危險物品 果不其然 遠警當場在包包裡 查七道手槍一把 與子彈十二發 根據瞭解 這名三十八歲的龍姓男子 平時以臨時工為生 但同時也是一名槍跑同期犯 被判刑十五年 刑期還沒有滿 就直接偷跑 落跑後帶著兩名友人 分別是三十七歲的許姓男子 與三十八歲的陳姓男子 一起非法犯手槍支 警方確切掌握龍姓男子的行蹤後 在十三號跟踐到台中市厚里區的泰安休息站 等到時機成熟迅速將三人查七道岸 遭到通編的龍姓男子為了抽跑路費 異想天開 將已故有人激方的改造手槍出售 而且他還十分狡猾 為了躲避警方查七 不斷地更換交易地點 甚至還會嚴格過濾購買槍支者的身份 落往的三名男子便稱 槍支是跟別人買的 警方也正在積極追查上游當中 而全案最後以違反強跑彈藥刀卸管制條例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記者朱文正林千亿 台北採訪報導